今晚的爭議話題想說一下這兩天在網上罵到反轉 我們都不是普普通通的老弊仙 我們是有身份的人 這句話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而對於每次都拿身份 而不是身份 而是拿身份出來的老友 或者對於這件事本身 外面的老友是怎樣看的 看一段片 看這件事是怎樣的 順便聽聽外面的老友 他們有甚麼意見 遼寧的鄭先生一家四口五一期間參加旅遊團由香港 一日那天是最後一日行程 原定從酒店出發乘坐旅遊大巴到港澳碼頭 鄭太說 導遊要團友4時45分在酒店大堂集合 但大巴等到5時20分左右才出現 而因為坐位有限 有一半團友無法上車 導遊聲稱在20分鐘後會再有旅遊巴過來接 但鄭先生一家和其他剩下的團友等了40分鐘 依然都不見到大巴蹤影 直至等到7時多才有人招呼大家上車 那麼多 然後態度那麼不好 嚴重超市 然後你們沒有一個人說導遊下來安撫一下 剩下的人就給我們扔在停車場 老人孩就那麼撇著 而鄭先生更加是激到肺都歪了 對於感款面對鏡頭勝雷俱下 謝謝你非常不舒服 作為香港的家法社會 完全是來欺騙 要求我們受死 不受死打車去搞 他們自己一定要不受死 這是重新成為王 等到9時多都未見有旅行社的人 於是乎鄭先生他們就致電了香港旅遊議會 並且報警 我們買了好幾萬塊錢的東西 沒想到香港做貢獻 我們在國內也不是說玩玩全錢做老百姓 要不然的話也不會來香港人來購物 我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不讓你這樣來做 鄭太說以後都不會再下來香港玩的了 又要旅行社賠償每人3000元港幣 以及三晚酒店住宿 不過負責接待的香港旅遊公司就覺得不合理 而事件最終以旅行社賠償500元港幣 以及一晚酒店住宿了結 而近年來 內地遊客在香港受到導遊的不公平對待時有發生 最著名的就是以下這件導遊亞真事件 我跟你說了兩個小時 你現在消費十幾萬多兩個小時沒出來 我們消費一萬多塊錢 時間沒夠都已經跑出來 這個時間怎麼可能會有免費午餐呢 你想一想 有一部分人覺得內地人比較不太講文明 我總是覺得內地和香港有點不同 我感覺到有這樣的什麼 而香港旅遊業議會就指出 近來又有另一種趣事 就是不少內地遊客動不動就要索賠 如果有些不理合理的要求 或者是我們做不到的事 我們將我們會研究如何去對付 而鄭太那句 我們是有一定的身份就成為網絡金具 這次和以前不同 網友幾乎一面倒地批評 認為他們丟架到香港 又認為他們說自己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 是有身份的人 簡直就是特權思想 這個旅行談的話那邊就說 因爲什麼原因遲到了 有沒有給客戶一個解釋 如果有合同的話 簽約合同的話 按著合同來嘛 聯合聯合區塊提要求 但是比不比是另外一回事嗎 同國身份是無關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換位思考了很多東西 對不對 那你每個人賠三千多元 你的團費是多少 是吧 你佔你的整個行程是多少 好像大陸講慣有特權 你去到香港人 人家講一個法治講規矩 講一個秩序的城市 你就將你大陸的那套 搬了去要求別人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大陸人 對這些文明是有一個 就是向往之心的人 我會覺得對這些人的要求 有點野蠻 我們可以就是用一個遊客的身份 來保護自己 但不能用一個在大陸有身份的人 這樣一個身份來保護自己 好了 聽完街訪意見 簡直出口 還有今晚的最正義環節 問問問大家 旅港遊客哭訴 哭得很慘 幾十歲 哭訴被欺負 受到這麼多人的關注 網絡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原因何在呢 廣東移動的旅遊發短信息 106、5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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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就表示 旅行社衰 歧視內地遊客 你想想半團人不能上車 整天欺騙旅遊客 買這個買那個 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發叔母子2月比說 遊客衰 說你索賠三千多人怎麼算出來 離譜 人頭每人賠三千 還要包括你三晚住宿 男人老狗哭到這樣 表演嗎 你這麼大意見 你這麼不喜歡那裏 你應該趕快走 而不是要申請在那裏蹲多幾晚 老老實實 你搏甚麼 還要說身份論 有身份 即是有特權 你甚麼心態去旅遊 才行 發叔母子3月比說 都沒有關係 就是這些無謂人等 即是我們這些 看客的問題 其實就是違觀者 用這件事做基礎 大家各自發洩大家的不滿 香港人發洩對內地遊客的不滿 內地人覺得這些 特權思想 身份論等等 簡直是 我跟他們說 不是一回事 先分清楚 兩邊都不討好 兩邊都罵死 其實就是不同角度 都想用這件事 表達自己的立場意義 都是這班看東西的 那些看客人看得認真那頭 看數時間最多票數選擇的是 遊客最多的 1287票 多謝大家投票 表達屬於你的意見 不如說說說我的看法 一句 我們都是有身份的人 搞到整件事的注意力 從這件事本身一進 轉移到這句話上面 兼且 在網上罵得最厲害最出力的 基本上是內地的老友 有人快點分析 到底這兩人花了多少錢 原來花了幾千元 有人又要研究一下 為何這人可以隨時要求人家 加他幾天假期 要求人家多玩三天 他們不用上班嗎 亦都有人忍不住 周圍人獄這兩個人 什麼身份 什麼不普通的人 人獄他 當然最多人就說 這兩個人 認錯了內地的人 亦都有不少廣東的老友 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尷尬 希望每一次都借著這些事件 說說內地和廣東其實不同 廣東人和內地人是兩類人 很出力地解釋這些事件 但其實凡是遇到類似的事件 有人第一時間用地域來劃分 證明自己 我們又和他不同 有人用語言來劃分 證明哪些才是自己人 和聲同氣才是自己人 當然也有人用具體行為來劃分 證明我和他雖然都是那裏人 但我們行為不同 我們是有修養 有道理 講道理的人 有禮貌有文化 其實兩地文化的差異而引起的磨擦是正常的 但看回一件事 有件事一直都說 叫入鄉隨俗 但沒人做 看回不少的爭拗 都是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引起 但我們經常一尾要求 香港人要包容遊客 為何要包容 我也想知道 為何要包容人們 在公眾場所大聲地說話 放駿後纜 在地鐵上要吃東西 霸著一條斧頭 電梯兩邊站緊 他就是不走 我動在那裏 不知為何 在街上放任小朋友 周圍大小異便 衝入圍閉 他站在黃鴨子上 這兩個人很厲害 先拍照 打車又不排隊 喜歡在街上蹲 我都不知道人們為何那麼喜歡蹲 那麼糟糕蹲得 不腳臂 等等這些行為 為何要包容 如果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 你會覺得 我去那裏 可能會被歧視 或者覺得那些地方的人 不多友善 或者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合自己 他們對我們要求很高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不是鬼去他那裏 沒有人討厭他那裏 就是把鬼嗎 要別人尊重你 你首先是否反過來 也要尊重別人呢 但是尊重這個詞 大家留意 他不是一個卑微的詞語 他不是低人一等的表現 而是尊重就是一種很平等的體現 裏面不需要的特權 普通人就做到 你不需要有什麼新分 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之間的相處和溝通 遇到衝突和磨擦 更多應該是看回這件事的本身 看回當事人的所作所為 而不是看看 是誰做的這件事 發生在誰人身上 不是標籤的人 更加不用每次說什麼 你都要上升到國家 地區之間的高度 你搞什麼 不少的爭拗 其實就是不說得的最簡單的表現 是不說得 明知自己不對 被人批評 樣子出來 死撐 多大都不需要的人和你撐過 動不動就拿國家民族 貧富等都出來說 你搞什麼 看回這件事 若然簡簡單單收回那句 有身份的人 將所有注意力放回事件上 結果其實是否簡單很多 這件事其實不是複雜的